點燃了火藥庫之後呢 當然馬上大關係 就是那CPI會不會越來越高呢 昨天才剛公佈美國的九月份 CPI竟然高於預期 所以很多人擔心會加劇FED升息 所以要問一下段教授 到底昨天CPI公佈了什麼樣的數字 這樣的數字 真的有可能影響到 FED未來的升息腳步嗎 我覺得會 也就是說我們昨天看一下 公佈的那個CPI 昨天公佈的CPI是三點七Percent 三點七 是超預期 是超多少預期 也是超上個月 上個月他根據上個月的去 數據去預測 這這個月的話 應該是要上漲是百分之零點三 這是超預期百分之零點四 所以基本上這個CPI的成分的部分的話 多了市場預期的零點一 對不對 雖然他的CPI 如果從高點已經往下回落了 但是又開始有蠢動的跡象了 對看那個圖形的話 基本上我們看到一個月而已 就已經開始三十度角往上走了 所以可見了 未來CPI的這個增長幅度的話 恐怕會轉變為另外一個成分 我們看這一次 為什麼CPI還是可以控制在百分之三點七 最主要是在能源的部分下跌 也就是說能源部分跟上個月去比的話 能源是下跌是複數的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能源在中東戰火之下 不一定會保持下跌趨勢 有可能反而上漲 對很有可能 有可能會上漲 所以有很多的預估的報告的話 基本上目前已經看到了幾個脫油品 可能會陸陸續續的出現了 第一個那就是汽車工業的工資 我們看一下汽車工業的工資 我們看一下汽車工業的工資的話 從這個二零零八年開始來算的話 大概平均的十 十值的時薪的話 已經跌了百分之十九點三 兩成 難怪工人要上街抗議 工人要上街抗議 所以我們看一下之前出來UAW 也就是聯合汽車工會的 這個聯合三大汽車公司的一個工人 出來罷工的這個情況的話 最主要的 為什麼他們要出來罷工 基本上不是 最主要不是薪資太高 是因為不公不義 為什麼 你看一下他的CEO的薪水之高 那薪水 你看一下這家GM的薪水 這個Merry Barrett 他的薪水是兩千九百萬美金 年薪 兩千九百萬美金 工人 也很高 八萬塊 問題是兩者的差距 來到了三百六十二倍 美國的是大概平均只是兩百七十二倍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不公不義的部分的話 UAW他的主席也出來講說 四年來這個汽車 這個價格漲了大概三成 但為什麼CEO他的薪資四年來漲了四成 然後工人卻沒有漲那麼多 工人才四年來才漲了六趴 那這種不公不義的現象的話 我們從美國所統計出來 這個CEO的支出的薪資的話 從一九七零年來 已經漲了大概百分之一千四百六十倍 一千六一片一千四百六十percent 所以可見這些不公不義的部分的話 我想應該在工資的部分 應該會在有一個幅度的一個增長 例如說他們 工資也會影響到脫孔稅 問題是他們的癥結點在於說三十percent 大家想想看 如果說你現在的薪資是八萬美金 等同是兩百五十萬臺幣 如果增長了三十percent的話 那可見你的工資可能會破十萬美金的話 那這個會不會貢獻到CPI裡面去 絕對會嘛 所以第二個脫油品的話 那就是住房的部分 大家來看一下住房的部分 非常明顯 這個圖怎麼看 對 我們看右手邊的這個圖形 我們看說美國 你要住房子 應該就有兩種成本 你要不就是付出租金成本 要不就是付出房價成本 那你的房價成本 目前從統計數字以來 一九七零年來 統計到二零二三年來 大家看一下 藍色這條線 是房價成本 紅色那條線是房租成本 兩者來到的新高的差價 大家想想看 有可能這條曲線會往下走嗎 還是這條曲線往上走 因為他們現在有極大的 乖離率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猜猜看 如果說房價往下走 糟糕了 美國可能會出現第一棟爛尾樓 所以我們看一下第一個首購組來看一下需求度 需求來到非常低 房價也打不下來 所以我有可能 那就是費德的傑作 大家看一下費德傑作 搞到三十年期的殖利率新高 下一月 我們來看 殖利率 殖利率三十年期的 這個是三十年期是做什麼用 是做為所謂的房貸利率的一個指標 你看一下房貸利率 十 十月六號破了百分之五 有沒有可能再破百分之五 非常有可能 因為這個是市場所反映的一個 殖利率情況 再來看一下Modrigage的Rate 這個是房貸利率指標 房貸利率實際上固定利率 目前已經來到破七%了 七% 七% 那突然覺得我們臺灣兩趴蠻幸福的 所以你在美國 你到底要租房子還是要買房子 我們看一下 右手邊的這個突襲就知道 這個圖 我們看一下 最後面這個 這個是什麼情況 也就是說你的租金成本 跟你的房價成本 你的房價成本 到底高過租金成本的百分比 最高的都在彎區 大家看聖河溪 San Francis 這個是舊金山 奧克蘭 三個全部都是百分之一百以上 所以我們看到說 你如果在美國你要買房子 要在舊金山買房子 那真不容易 但是你可以找到說 比租金便宜的房價 在哪裡 底特律去吸黑煙 這個是汽車工業的一個城市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這個房價 基本上沒有在動 而且是逐步的在往上攀高 這個也是貢獻到CPI裡面 成分最高的 這成分最高的就是房租跟房價的部分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利率攀高的結果 導致了一個指標 這個圖形可能大家都沒看過 我們看一下這個指標是什麼 這個是1998年 這個是目前的情況 這個圖形是股價 S&P500的市值 除上債券的一個市值 現在攀高到1998年的新高 要不就是債券價格太低了 要不就是股票價格太高了 你想想看 你現在是股票價格太高 還是債券價格太低 這個圖形不是殖利率的圖形 這個圖形可是債券的市值 也就是債券價格 跟殖利率是成反比的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 強害所有我們要退休基金的一個績效 右手邊我們看一下 這一檔是ETF 他的全名叫做RPRA 什麼意思 風險評價的 風險是 風險評價 這個寫錯了 這是評價 評 評準的評 那風險評價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你買股票也有 買債券也有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六四法則 六四法則唯一一檔的ETF 大家看一下 他一直在往下走 股債平衡基金 對 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FED這一次把利率拉高之後的話 很明顯的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也就是股跟債起漲起跌 搞到這些退休基金 他真的是烏煙瘴氣 真的是一個噩夢